令港港銀行體系極如在星期五 增加至2490億億9200萬元 價記錄高位 美國股市險絕下跌 亞太區故事都是根材向下 先看到日本剛剛開始的表現 易經平均指數是跌1.9% 做9163點跌176點 南韓首爾綜合指數步1390點 跌23點 跌幅1.7% 看紐貨市方面 標榜澳洲200指數步3808點跌47點 跌幅1.2% 新西蘭50隻成分股指數步2,775點 跌35點 跌幅1.3% 國際原油期貨加急回落 紐約和倫敦期由收市到跌超過1% 企股急跌抵消 還未獲上星期原油和汽油 估存意外減少 概致面影響令油價增壓下跌 紐約6月份期由收貨 58.02美元1桶跌83米 6月份波蘭的期由收貨 57.34美元1桶跌60米 美國上星期原油和汽油 庫存意外減少